有很多新手说这个水滴轮为什么我一抛它就炸线 一抛就炸线 这是你没调好啊 我先抛一干啊 现在是领导啊 领导这是刚玩的时候不建议啊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刹车介入的 落水手撑线杯看到没 将近清杯了啊 还有五六米线 收回来 好咱来个教学啊 新手刚玩建议开六个档位 调到六档 微调调到什么样呢 就这样就可以了 它有的太快的话你看 太快了落水它就炸了 这太快了啊 稍微调松一点点 或者键杯调到那个轻微晃动 键杯调到轻微晃动 可以这样 都可以啊 然后刹车夹大 抛头的时候 用你的臂力啊 不要抛头太 比如说像这样抓着干子 双手抱着抛 容易炸线啊 抛的时候握的就像这样 那落水的时候一定要按着线杯 挖马上落水的时候一定按线杯啊 有很多商家它是 说它轮子不炸线 它是误导新手 抛头的时候落水不按这个线杯啊 这样的话一般会炸的很惨的啊 很简单的啊